不过这个月的高雄会非常多人 除了火星人Bruno Mars 他们睽違六年来台开唱 选在高雄之外 除此之外呢 其实之后还有这个天团Energy 连唱两天 门票早就已经售完了 等于这个周末的高雄 涌进了十多万的外地游客 这让高雄的住宿几乎爆门 Bruno Mars 林高雄 Bruno Mars 林高雄 时间一到工作人员打开红楼 让Jodan的粉丝入场 强埋演唱会周边 Demite胸针钥匙圈 全印上布鲁诺的头像或是logo 美国流行歌手火星人布鲁诺 睽違六年再度来台 这次他选在高雄市运主场馆开唱 粉丝乐翻了 再远都要来 外国人也不例外 我是从台中来的 我从新竹 8000块然后就是有一个识别证 然后跟这个帽子 不会今天听完 然后昨天是听那个Energy站 不会… 花太多钱了 不过场馆后方行李 寄方的摊位小猫两三只 相比去年韩团Black Pink的盛况 天差地远 摊商这样说 四处已经太多次了 都各民都知道了 都已经轻便了 9月7号 8号两天 高雄两场大型演唱会同时开唱 除了市运主场馆的火星人布鲁诺 汗声巨蛋还有国内天团Energy 演唱会连发 一早左营高铁站 人潮就开始涌进高雄 高雄市政府也派人来设摊位 只要来看演唱会的人都可以评票根 兑换50块钱的商圈夜市券 外加50块钱的E卡通通勤券 拍照打卡还能理漫威造型E卡通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因为像在台北都几乎没有这种活动 做出场有加分 但主要还是看歌手 除了李劝在高铁站跳16吨 或是扣死层火星人布鲁诺 也可以参加高雄市府的抽奖 高雄各大商旅也因为演唱会大爆满 高兴和天团的魅力带动整个港都商机 东次新闻杨润铭放松位 唐慧人黎顺君在高雄报导 好 谢谢华仙 除了注意天气 大家更在乎是民众党 真的是要集结走上街头了吗 为了声援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民众党的中央紧急动员 召集小草们 那么将在明天晚间六点钟 要在立法院外头展开 这个首场的全国宣讲 不过难道是党中央 现在很担心催不出人气 您看看这是民众党组织部的副主任 林昭颖说话了 他竟然在自家直播 直接对这些小草们开呛 说要你们上街头 一下子说要出国 一下子说要上班借口一大堆 那么还说礼拜天没来 就不要讲插话了 整个过程让网友看傻眼 那今天叫你上街头了 礼拜天你会出来吗 你敢出来吗 又拍桌又唱虾 民众党组织部副主任林昭颖 难道是要使出激将法 号召支持者力庭主席柯文哲吗 真的叫你们上街头 一下出国 一下要上班 借口一大堆 礼拜天没有出来 就不要在那边讲那些屁话了 口气真的不小声 不晓得有多少人买单 但恐怕就是一切来得太突然 只有两天时间准备 民众党各地方党部 使出浑身结束出局 像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都有发文召集同志 甚至还要汇款当保证金 就是要确保人会来 要包车北上出兵 据说台中已经超过十辆车 民众党吹响号角集结力挺 柯文哲全国第一场开奖 就办在这条路上 立法院外的济南路上 在9月8号晚上6点半登场 民众党全力备战 远警也不松懈 预计当天将派百名警力戒备 前一天也赶紧在管制区附近 架设巨马拉红线挂红单 要提醒用路人 从9月7号晚上10点开始 一直到9月9号早上6点 在济南路一段 南北侧公有七七车停放隔 暂停使用并禁止车辆停放 党中央连两天下午都召开 紧急工作会议 讨论动员和活动细节 而创党之母蔡壁如 预计8号晚上6点出席活动 白伟说没预期来多少人 因为是第一场 未来还有很多场 各界也看当天活动 是否就像线上应援一样 又或是雷声大 雨点小 东升新闻中的号 例如台北报导 你知道为什么很难动员 很难集结吗 毕竟这个是涉嫌贪污 大家还是想要尊重司法的判决 也不知道是征挺还是瞎挺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主要现在就是金流说不清楚 其中4300万商办金流的争议 到现在没有办法交代 对此民众党就秀出了 他们买卖的契约想要自清 却被发现上面的总价 契税是61万 和4300万的金额落差非常大 对此其实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钟小平就质疑了 为何你不拿出可以证明 实际买卖金额的私约呢 只是原本的争议都还没有说清楚 现在又有名嘴加码爆料 说这段期间 陈佩琪疑似又去看豪宅 还要求对方删掉监视器画面 民众党会给柯文哲的7000多万 柯文哲从这7000多万 汇出去给那个陈姓的前地主 你把它拿出来就好了嘛 为什么要去拿一个公器出来呢 究竟是忘记了还是不愿拿出来 面对4300万商办金额争议 民众党迟迟交代不清 即便秀出所有权买卖已转契约书 但似乎搞错重点 因为外界关注的一直是金额不是契约 你拿出61万那个契税那个 当然可以证明你有买卖房子 可是私约呢 你到底多少钱买的 我最近这几天我会去银行去申请 那个交易明细的资料 购入价是多少从契约上无从得知 但可以知道的是 民众党这一张契约上面还有一行总价 写的是61万7800元 和外界认知的4300万 有将近70倍的落差 民众党这波操作只怕是越描越黑 很典型的问A答B 没有人去质疑说没有这个合约 现在质疑的是说你买这个房子 所用的金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危机处理应该是不及格 而且是惨不忍睹 最最最惨的恐怕是民众党回应 这张买卖契约书是众多契约书的其中一份 因此只会呈现部分买卖金额 但这看在专家眼里 恐怕民众党又想打迷糊仗 只是这时却有名嘴在爆料 陈佩琪疑似又去看了另外一栋 1.18亿的豪宅 甚至还要求房仲要删除监视器画面 原本争议都还没解释清楚 只怕越演越烈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好 一开始爆料是说 柯文哲涉嫌的7000多万 如今刚刚谈到4300万 剩下的钱呢 周刊爆料其实简连搜索了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住家 就在随声碟内发现了一个 代号小水1500审庆金的USB 引发各界讨论 这个1500到底是时间还是1500万呢 是金流还是时间点 这个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当然也牵动整个柯文哲的案情走向 那么现在国民党立委就认为 不能够随意罗知罪名 是要司法来判定 呼吁检方赶快出来说明清楚 民营党立委也说 柯文哲的案子现在真的有很多疑点 交代不清 周刊爆的随声点内资料 首审1500审庆金 有人认为这是说明不明金流的证据 但也有人说这1500到底是金流 还是时间点 毕竟这个数字到底是1500万 还是下午三点约见面 有没其他意涵可有重大意义 因为同年2022年10月18号 刚好是柯市府合发金华城建照 时间点相近 恐怕检方怀疑是后卸汇款 才以柯文哲涉犯贪污犯罪条例等罪 来深压警戒 我们不要罗知罪名 但也要误网误众 也因此在该笔档案里面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记录 这一点也必须要有检调来说明清楚 因为毕竟现在已经进入司法阶段 就要尊重司法办案 但绝对不要恶意的 有任何带风向的可能性 民众关心的不仅是最后的判局结果 更是司法检调的程序正义 勿往勿众的态度 拒绝政治力干预的风骨 证据到哪里 办案就到哪里 如今民众党也在爆料出后 赶紧发声明澄清 请北检说明这新闻的真实性 不要详引一句不语证实 就来撇清责任 科文责案确实有很多疑点需要厘清 包含USB内1500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删除对话记录等 这些到底是不是旧式金流 还是有别的含义 希望透过资料复原 或者是检掉单位可以厘清 根据了解爆料中的时间点 也就是11月1号 柯文责确实没有公开行程 真相到底为何也牵动案情走向 就怕如果真有收钱 就不仅是土利罪 而是会更严重的贪污罪 东升新闻中的好 李璐台北报道 的确科文责最后无论有没有被定罪 或是宣判无罪 民众党在这段期间的确面临了 创党以来的最大风暴 虽然党内的共识是不推派代理党主席 以应变小组主导一切 但确实并非长久之际 各界都认为 接下来的民众党会不会从一人政党 变成多人决策 又或者是从这一人走到那一人呢 我们说的就是立委黄国昌 他现在似乎主导了民众党所有的一切 民党立委林俊仙就很酸 黄国昌现在是自己黄袍加身 毫不客气的一人指挥全党 目前中央紧急应变小组继续运作 党务在秘书长周虞休的带领下一切 照常尽兴 黄国昌气势如虹 宣布党务如同宣布家务 如今黄国昌在党内的地位 似乎也就差个党主席头衔 再加上民众党一直到2028年 每年都还能领政党补助款1.5亿 这庞大的资源势必引发党内暗潮汹涌 黄国昌是黄袍自己穿上身 党秘书党周虞休已经被挤到第二排 你自己可以就用一个委员长 只要把主席这个名号不僭越 永远留给科匹 换个名字相同位置 民众党面临创党以来最大风暴 若以应变小组主导一切 并非长久之计 总得有人出面扛气 民众党总是需要下一个党主席 那目前看起来黄国昌也毫不客气 一个人已经指挥全党 谁能带领民众党渡过难关走向下一步 传出民众党创党大佬近日召开非正式会议 会中一致认为还是需要有人 代理党主席稳住正脚 内部人士也觉得不二人选就是黄国昌 但也有人认为以协统来看 创党之母蔡壁如更有资格 主席只是请假 那他们又成立一个危机处理小组 那我觉得暂时就先这样子吧 无奈蔡壁如不是中央委员 没有党主席资格 黄珊珊停权三年也出局 而黄国昌似乎也早已透过应变小组运作 成为决策者之一 民众党是否从一人政党走向集体决策 又或者是从这一人走向那一人 权力结构下的民政暗斗逐渐浮上台面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导